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 星期五 桑普报新闻 新闻提到 港民方面 警务署长肖泽儿说 民阵可能涉及违反国安法 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看宪 下周三立法会首读 李家超说 资审会工作进度理想 综合考虑候选人是否真诚爱国 两岸方面 中国郑州致命遂灾 官方爆有238,000辆车送汽车坟墙 中国外交部声称 中国目前已向全球提供大约8亿剂新冠疫苗 白宫如果邀请蔡总统出席民主峰会 胡锡进各下的狠话 就是不排除导弹轟炸机攻击台湾 国际方面 西威敦促共享疫症数据 中方表示反对索源工作政治化 美国CIA考虑成立中国任务中心更深入了解对手 好 疫情冲击政坛文在寅支持到大跌 年轻人评价是最低的 详细新闻内容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接受查询时表示 不评论民阵是否今天开会决定解散的事 早前有报道指民阵华会宣布解散 并于今天开会决定 另外警务处处长肖泽宜接受大公报的专访时说 民阵至2002年成立以来 一直未有注册为公司 也未有按法例向警务处牌照科 注册为合法社团 近年组织一系列的大型非法游行集会 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 警方已经搜集证据 随时对违法组织采取行动 奇一奇在 那怎样违反国安法呢 02年成立到现在未注册成为公司 就是叫违反国安法 他在2020年的6月30日晚上11点钟 国安法生效之后 都未举办过一个真正的七日游行 20年没有 21年没有 他怎样 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集会游行呢 如果要追究 2020年6月30日之前的所有游行 可以这样说给大家知道 那你就索及既往 那你就追索权 可以将所有以前的东西攬炒 说真的 共产党现在根本不跟你讲法律 你讲power 所以说到最后 是一个没有逻辑的行为 大概就是肖泽宜 大喇喇去这样说 仰仗的 虎头连都挡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肖泽宜又表示 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 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监 不排除警方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幹进行 调查检控 就是追究到底 肖泽宜在访问中也提到 犯法就是犯法 不会因为辞职抹走犯法行为 重量的话可以是求情的理由 但是继续违法 只会加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 你会看到好几大的民间组织 由教协 支联会 记协 现在看到民阵 之后你会看到职工盟 医管员工阵线 大律师工会 等等一系列的公民团体 是逐个逐个被粉碎打压 我认为政党是未来的 不过他要看看 未来年底的立法会选举 那些政党会不会报名 报名的话 那就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分裂你们 标榜一些人 叫忠诚反对派 DQ的两批人 OK 搞定之后 就开始清除政党 还有不断为这些政党 和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媒体 所以政党和剩余的媒体 譬如说《立场新闻》 《众新闻》 可能在年尾之内 都会被打压 而先的这个batch 就是刚刚讲的七个主要的民间组织 可能没有更多 就是起码这些民间组织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政府刊献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 下周三立法会首读和二读 草案建议在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 公开和故意侮辱国旗或国徽 发布被颠污的图像是属于犯罪 最高可被判处第五级法款 即五万元及监禁三年 檢控时间延长至最长两年 让警方有足够时间调查 其实什么调查呢 那个图像是怎样 就是怎样 有什么调查可言呢 同时呢 建议教育局局长 需要向中小学 就国旗及国徽教育 及学校每日和每个礼拜 升卦国旗发出指示 这些图腾这些东西 说真的最后代表什么呢 你自己要称自己的政权那种 刺威的刺给大家看 就是说 谁不尊重我 我就要刺死谁 判你监三年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特性 这个我想已经去到一种失心疯的地步了 根据香港中国通讯社和商台的报道 担起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 重任的政务司司张李家超表示 这方面工作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因为必须认真严格审查每一个候选人 目前进度理想 日前李家超表示 作为资讯会要判断这些人 是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特区 他继续说 除了遵从支持 也需要维护和信奉 要看他是否真心真意 因为假心假意 在讨论到是否真诚爱国者的时候 会由言行文章著作等综合考虑 判断对方是否真心还是假意的 那很简单 说你真心就是真心 说你假意就是假意 好似喜剧之王张核之话 我是真心的 告诉大家 对方觉得你不是真心就是真心 不是真心就是真心 什么是真心假意 我爱习近平 假情假意 但是如果今天是 林浙月娥说的 就是非常真心 因人而异的 就不简单 至于如何 看待国外外界关注选举 会否变成清一色 李家超表示 可以有相反意见批评 政治立场不是主要考虑 怎会不是主要考虑 我是想共产党接埋 那这个不是政治立场吗 这个不行 违反国安法的 不行 就这么简单 只要不违反国安法 只要你在言行文章著作内容 都是真心真意 维护和信奉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 他喜欢你进就进 不喜欢你进就不进 说这么多话 对不对 不伤害香港利益 对政府有建设性意见的 当局都会听 如果你有些破坏性意见就不听 有建设性意见就听 比如说 林浙月娥你多个眼屎 这些破坏性意见 林浙月娥你真是残忍 破坏性意见 林浙月娥你死了 那这些破坏性意见 林浙月娥不如你改善一下 不如这个加达豆海 你可不可以 有建设性意见 那这些就是建设性意见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河南省郑州上个月 发生致命水患 一排排沾满了泥淋的泡水车 棄置在市郊的一处停车场 发生性形容 由此可以见到洪灾威力之大 中国官媒近日报道 至少23万8千辆车 受损的车被送到汽车坟墙 根据发生社的报道 十年来最知名的洪灾 七月中总重装河南省各地 造成超过三百人丧生 即是说真的 下面加零 加两个零就行了 数以千计的车辆和建筑物受损 这个区域正在灾后重建 而郑州一名黄姓居民说 水涨上来的时候 我都被逼汽车离开 河南银保监局副局长马超在八月十日 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说至少有二十三万八千辆车 受损车被送往郑州郊区的汽车坟墙 而郑州七月中旬 短短三日降下了相当于一年的雨量创记录 而河南官方的截至八月一日晚间六时为止 他表示截至这个时间为止 郑州总共遇难二百九十二人 失踪四十七人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玉表示 中国目前已经向全球提供 约八亿剂的新冠疫苗 马朝玉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史节吹风会上表示 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力所能合为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援助 就是疫苗外交 以疫苗为例 中国率先开展全球最大规模的疫苗合作行动 至今为止 已经向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提供约八亿剂疫苗 以实际行动 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中国废苗 基本上打之后 一来无效抵当不了症 二来打完之后 再打一些有效的 那个有效也变得无效 这个就是中国疫苗 中国废苗 废了自己的苗 还废了别人的苗 这个就是中国疫苗 你问印尼 问新加坡 问智利 不要问我 很简单 自己看新闻 还有一件事 这个马朝玉说这些垃圾 很基本的 这个疫苗外交 以疫谋巴 这个就是中共的本质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我称之为拜匪 在12月以视讯方式 召开领袖民主峰会 受邀名单上未出牢 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三月曾经蕴落 会邀请台湾参与 中共的鹰派喉舌 党媒《环球时报》 总编辑胡锡进12日口出狂言 声称罢工 如果胆敢邀请台湾总统 蔡英文语会 台湾本岛上空 将会被纳入解放军的巡航范围 台湾若反击 但解放军大量导弹轰炸机 将会做出决定性的回应 你就走 其实胡锡进说了很多次 我翻查了每次 打过来 你这样就打过来 每次做了这样之后 都没有打过来 所以你们知道 胡锡进这些黑鬼 继续发扼风 我说不会生气的 我觉得你很可笑 很可怜 很可逼很可恥 那么可怜的人 可怜的人 不如死了好过 我不会杀你 你死了好过 自生自灭 此前胡锡进也曾经叫嚣 美国军机胆敢降落在台湾 就要对台湾发动战争 再要三个国会议员来 军机胆敢立即降落 由韩国出发 降落在台湾台北的重山机场 他就说对台湾发动战争 你谁会认出这个水 你习近平 你可以按制 你收皮 这个又画红线 就说虽然获得部分小粉红的赞同 也不少网民在反驳 胡锡到底有多少红线 画啦 画啦 继续画啦 闭嘴吧 高级哈 闭嘴吧 高级气 坐等虎边再被打脸 你就吹鸟屁吧 上次军机落台湾 还没有反驳呢 三次军机落台了吧 蔡姐姐 学历 以及英语水平 水平比老虎哥哥高好多 还有人讥讽嘛 不用中国 用大陆 没错 没错 用中国 不用大陆 老胡的国民党间立身份 再一次欠色暴露 记得胡幸宜 都是因为中国 说呢 你就说一中一港 于是乎说港独 胡锡进 不用中国 用大陆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避免了胡幸宜 我不知道是不是契女 或者契妹 契女 多一些契女 契女的这个 港独的意味 不要了 不要说中国 一说中国不行 就说大陆 大陆 最好 大陆的问题就是说 整个欧亚大陆 你知是像什么国 整个欧亚大陆 都是你的 是 自古以来 摔天之下 莫非王兔 摔天之下 莫非王兔 什么大陆呢 我就不明白 我从小到现在 到今时今日 都不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那些人 那些中国人 经常说大陆 回大陆 那小陆在哪呢 Where is the small main land small land 在哪呢 那应该怎么 回大陆 我从来都不是去大陆出来 我还没回大陆 同时这个大陆 有边界的 俄罗斯自古以来 不属于中国一部分 那这个大陆 又有边界 就是一个大的岛里面 你说一条界 这个就是大陆 不明白 你不明白 可以告诉我 或者你用一些 很似是而非的说法 继续说下去 胡锡进 在中国就是中国 做什么就是这么简单 大陆 接着胡锡进 在微博发文声称 如果华盛顿制造 一句美国及各国领导人 与蔡英文共同会晤的场景 就等于公开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 是呀 吹呀 从外部打破台湾地区政治延续 是呀 拉呀 吹呀 你拉他 拉蔡英文 限令你24小时 拉蔡英文去通緝 他红红色通緝令 你不红色通緝令 你不拉他 你收皮 中方唯有采取断言措施 做出决定性的迎头反击 刊卫一中原制你继续捍卫 人家继续帮你捍卫 不过你有一台 你有一中一台 商台表示 在北京 国外交部就新冠病毒科学索源召开吹风会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 世卫在未与成员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之下 提出第二阶段病毒索源工作计划 认为并非基于早前中国和世卫组织的联合研究报告 并没有采纳当中的科学计计和建议 就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个蝕毒的可能性 几乎是极不可能的 理所当然接受了成员国的质疑和反对 是呀 吹呀 现在告诉你就不信这个世卫报告 这世卫是什么 不执行世卫报告是不是抓 第一阶段是中共主导的谭德塞世卫报告 第一阶段全部是中共的钱做出来的 收他皮 马朝旭重申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是疫情的受害者 但无论是否受害者 中国是唯一的加害者 唯一的加害者就是中国 当前加大疫苗公平分配 团结合作抗击疫情 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当务资金 索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和反对政治化 中方将继续管住科学的态度 和各方积极开始全球社会的索源 多余的 根据中央社和商台的报道 彭博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 中情局正研究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 强化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报道就说任务中心成立之后 可以更加容易获得足够的人手和资源 专注与中国相关的活动 美国中情局表示正如局长白欣斯提过 中国是其中一个优先事项 中情局正是寻求更好反映这个重要性 有众议院情报委员委员拒绝评论 设计中国任务中心的可能性 但表示很高兴 中情局开始检视如何面对中国 期待看到结果 那我告诉你一下 拜登政权你有没有迟一点呢 还有这件事 不用成立中心都已经有人在做的了 基本上就是说这帮CIA 深层国家想多些钱 为什么呢 白欣斯今年2月 就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说 中国对抗性及掠夺性的领导 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 指中国的目标就是取代美国 成为世上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中情局又需要更专注和更迫切地 强化中国专家团队 扩大语言能力和调整资源 当然这个很重要 不要被那些所谓的中国通 基神格主义的人去蒙蔽 但我想给你知 我对这个左派的败匪政权毫不乐观 一帮技术官僚 一帮自以为中国通的人 其实他用不到一些 好像博明、蓬佩奥这些厉害人 这个是最大的遗憾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南韩疫情近期卷土重来 单日确产人数突破2000例 连大影响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 因为下年就要选举了 关系下个星期 关系一个星期就下跌了5个百分点 朝鲜日报报道 南韩盖洛普民调 在今月10日至12日 对全国1002名 年本18岁的民众进行调查 结果只有36%的人 认为文在寅良好里行职务 比上周下跌了5个百分点 因为他做得不够好的人 就高达53% 比上周增加了2个百分点 报道指出 由年龄层来看 对文在寅的评价 最低的是18至29岁的年轻人 支持率仅有27% 评价最高的是40至49岁的中年人 支持率高达57% 30至39岁的支持率是34% 50至59岁的40% 60岁以上支持率也不高 只有29% 民调结果显示随着疫情蔓延 过往认为文在寅表现良好的民众之中 态度出现转变 逐渐从正向出于保守 但我需要先知声明下年的南韩总统选举 左派政党就是亲朝先亲中反美 那当然近一年来 文在寅逼着就要在美中之间做套凳 希望等他的关系 但怎样说都好 左派政权会不会有执政呢 现在民意调查起码都占优的 那会不会反转呢 大家都会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今天8月13日的新闻报道